今天所說的就是 泰國曼谷現時的情況究竟是恢復正常味 其實我覺得已經九成了 甚麼都不說 只是一部分夜生活 上星期五晚 因緣祭會 有朋友請我去Terminal 21吃飯 吃完飯了 看了標議已經八九點了 星期五晚八九點 應該是出來蒲的好時機 反正我都在阿索樂宮不如去巡視一下 附近是一個紅燈區 燈就是紅色的 但因為之前曾經有段影片拍過 都被大家見過 已經開了 都不需要再去 反而那地方我真的很想知道 因為在疫情嚴峻的時候 曾經在附近拍過幾次 見到一個死城 一個死城 一個建築物 以往在泰國蘇格維區 即是這個蘭拉站附近 很有名的 很多朋友去尋寬作樂 都一定去 是一個很開心的地方 尋寬作樂的 這個地方之前看到的就是死城 然後現在究竟開了沒有 我懷疑了一個懷疑的心態 特地去看看 這個地方叫做蘭拉帕薩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知道大概是什麼樣的模樣 進入蘭拉帕薩之前 兩旁都有些酒吧 我都見到那些酒吧已經開了 在賣酒 有些老外在喝酒 然後也有些好像亞洲遊客在喝東西 然後進去之際 蘭拉帕薩的情況 蘭拉帕薩不是一個百貨商場 叫做帕薩 是一個 這條馬路 接著這裡有個入口 入口地下就是一些露天的酒吧 接著兩旁有一個U字形 就像洗字區一樣 有兩三層四層樓 全部都是店舖 模式是這樣 我一看 燈光火著 這些東西翻過來 裡面很熱鬧 很多人光顧 很多人光顧 有些人在賣酒 有些人在賣煙 賣衣服 什麼都可以賣 是一個公司 一樣都有 那裏見到燈紅酒綠 很多行業 很多人都在工作 有如以前的熱鬧 我以前也曾經說過的懶劑 這些工作者 因為沒事做回家 有些奸田之後 明明是朱玲玲 變成朱咪咪 肥了 但眼見又不是 沒什麼朱咪咪出現 每個人都依然身材很好 可能疫情之中 沒什麼飯開就沒有肥 等於我 疫情之中越來越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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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困難 可能他們也是這樣 或者極速減肥 於是身材都好像以前一般見到的人 有些外國人光顧 亦有些亞洲面紅 也是本地人 看完之後走出來 走出來的時候 兩旁依然有些店舖 賣酒等等 那裏就不算紅燈 因為燈不是紅色的 但是有酒買 而且你會知道 現在泰國是很熱的時候 天氣熱到不得了 可能他們沒有錢交電費 也沒有開冷氣 所以每個人都坐出門口 因為天氣熱的關係 衣服穿得少了一些 穿少了一些衣服 要休息一下 等風吹一下 沒有冷氣 很辛苦 很熱的 穿少一些衣服在外面 休息一下 如果有人經過 便會受到利級 在膠瓶結有 喝杯飲料 見到這些情況 都出現了 甚至乎有些人在街上等朋友 可能約了朋友 朋友又未來 在街上等下等 朋友那麼久都未來 等了一晚 可能沒有朋友回家睡 如果有朋友 新結識的也算是朋友 雙結的也算是朋友 雙結的也有緣分 有緣分就是早朋友 大家先喝酒 跟著二人世界 他們自己要發揮 我不知道 在那個環境來說 在Lanapasa 以前的景象都翻過來 跟以前沒有什麼分別 所有分別的就是大家戴口罩 以前沒有戴口罩 現在就戴口罩 而Lanapasa 眼見各種類型的人士都有 我進去 因為我得不到我要的東西 那是什麼 我拍不到的東西 因為那裡是不允許拍攝的 一個不會拍到你的朋友 拍到你的居泰港人朋友 那樣就不好意思 他叫不要拍就不要拍了 繞了一個圈 上樓看完 知道了 就出來了 我都將我見到的 我感受到的 在這裡透過把口和大家分享 告訴大家 至於一些更加歡樂 你知道有些人有潔癖 出去洗澡 那些地方又怎樣又沒有開呢 據稱是還未開的 如果開的時候 我都不會專門去看給大家看 那就是告訴大家 又或者是屎弄路 屎弄路 屎弄路是紅燈區 有很多的酒吧 我上個星期去拍攝的時候 在那裡拍攝 見到一部份酒吧都是關門的 有一兩間開了 然後又是那一句 因為可能沒有開冷氣 那些人的衣服較為少 希望他們不要懶惰 而有部份也都將鬥 搬了出去外面 在街外放了一些椅子 方便大家交朋友結友聊天 可以打開天窗的雪亮 看看星星 曬月光 什麼時候才會回復以前的情況呢 這個真是很難說 因為以往 劈碰那裡是多外國遊客去光顧的 正如Sovit的Lana Passa一樣 但不知為什麼Lana Passa已經完全回復了 但是劈碰那裡似乎還欠一些東西 是不是因為有些店舖已經關了 還是怎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以前劈碰那裡是臭名怨播的 很多人都說 喝杯飲料50泰銖 然後50元美金 大家可能有個童年陰影 以前年輕人騙過 所以現在大了不夠膽去 可能這樣也不出奇 但相對來說 Lana Passa 就少有這些消息傳出 可能有 我也不知道 因為沒什麼幫助過 變了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劈碰那裡暫時都還沒有回復 但Lana Passa眼見 哇 燈光火燭 人多到不得了 音樂聲又大聲 然後又多人賣酒 又多人賣東西 然後還有很多外國人 又有亞洲人 都是為為奇觀的 其實這些交易 你可能會覺得 好像不太好 不太道德 我沒有叫你去光顧 告訴你這些事情 其實等於世界各地一樣 日本也好 阿姆斯特丹 歐洲都有這些地方 光顧不光顧 就除了你的 只不過告訴你 各處鄉村各處 有這樣的地方 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正在回復 其實對於當地人做生意 和這個行業的人士來說 是好事 但對於大家來說 是否好事 都是這樣 如果大家真的要去的話 多少日要戴 戴口罩 因為人多 去到的時候 你沒有必要 就不要脫口罩 如果你真的有必要 要脫口罩 你都盡快戴回 意思是 如果你要買酒喝 買酒喝 你脫口罩 喝完之後戴回 盡量不要逗留那麼久 畢竟都是人多 烏煙瘴氣的地方 逗留得很久 就自然有機會會出現 所以大家 免得過免 都是去看了 就當去見識了 這些事情 其實好色與見識 是一致之差 你可以抱一個見識的心態去看看 但記得做足安全措施 我意思是戴口罩 戴了口罩 萬無一失 應該不會出事 但你說 不是呀 很開放 等於外國人一樣 不戴口罩 你中了招回來 就不知怎麼辦 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 至於香港的朋友 或者哪裡的朋友 可以憑我剛才所說的 就知道 原來也叫做九成 九成是欠缺的地方 潔癖的地方 還未開的 還有泰國政府說了 五月一開始 大家所有地方都可以正常賣酒 於是乎 賣酒 燈紅酒綠 酒池玉琳的地方 應該都會回復 整體上都是一件好事 好就好在於 人人有公開 人人有飯 甚至乎 不是說什麼 喂 那個場上都有一些 保鑣打手 那樣的 吃飯 王餐 不給錢 或者偷拍 教訓你 那些保鑣打手 他們都有公開 甚至乎 阿嬸幫忙 撿垃圾 撿瓶 他就有公開 人人有公開 那也是一件好事